各位好 那我是Ken 那今天 我对了我业子也可以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迪威智能 然后来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在用使用这个因缘分离的时候呢 就是做了一些应用 那碰到了一些挑战这样子 那算是也算是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 那就是算是在这次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 那首先一样就是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那我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工程师 那其实我们的使命就是想要用科技 去对音乐去做解析 那可以创造更多的互动方式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主要锁定的是四个方面 就是音乐娱乐 然后智慧制造 然后教学就是教学应用跟新媒体这样子 那这个我等一下会再稍微仔细介绍一下 以及我们的一些技术进程 那我们希望可以让音讯出一件事情 在这些场景变得更自动化更简单 然后是一般人都可以负担的这样子 那我们的成员就是我们从2019年成立了 那主要是由我然后我身边这位CEO Henry 然后还有我的博士班的指导教授 就是Roger这样子 那我们就一起就是build了这间公司这样子 那主要就是其实在我们是从台大就是Roger实验室 算spin-off出来的一间新创公司 那我们主要就是在音讯跟音乐方面的AI 有一些蛮长年的二十几年的这样的研究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把这个部分变得更 我觉得是实际上可以在产业上落地生根 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应用跟发展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的状况大概是这样 我们大概是五个人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有BC端的客户都有 那等一下我也会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这样子 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做一个平台 那现在有目前有四个产品 以及Portech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音讯处理的平台 那藉由这个AI的能力呢 帮这些人我们不管一般人或专业人员 把音效处理中的一些重复费时低产值 这样子的工作自动化 那让人可以把时间花在对的地方这样子 概念上是这样 那在我们讲公司的一些进程之前 先让我们倒个车 那所谓倒车的意思是说 我们想要做这个 因为其实生源分离这个研究 从实验室开始到成立公司之后 我们其实都一直在上面 花了蛮多心力 在上面做了很多事情这样子 那最初的 最初的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 其实也是非常一些研究跟应用这样子 那我先当然生源分离 就是音乐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其实跟图像辨识一样 图像辨识有图像的深层 有图像的辨识 或者是物件的辨识等等 那其实在声音上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那比如说其实像是我们在做音乐研究 最主要就是第一个我们会去做人的歌唱的研究 那人的歌唱研究有什么呢 其实还有几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是他唱什么歌 我可以从一个譬如说很短的片段 可以去判断说这个人到底在唱什么歌吗 人可以那机器可不可以 那第二个部分可能会是 这个使用者歌唱的好不好 那我们就可能可以设计一个评分的方式去 去评说这个人他的音准准不准 他的节拍准不准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探讨 就是这个人的歌唱能力好不好 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从他的音准 节奏音量等等的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你唱歌其实基本上唱的准 唱的节拍稳定 那对于一般人来讲 其实他就有一定的歌唱能力 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到就是 这人唱歌到底好不好听 那我们可能要评估他的抖音滑音等等的 那或者是如果我们要判断他 所谓的投入的情感多不多 那我们可能就要对这个歌声去做他的情绪辨识 可能他在该悲伤的时候要悲伤 他该嗨的时候要嗨等等的 那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想办法去量化他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歌唱辨识跟歌唱评分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topic可以去讨论的 那我们所会用到的部分就是 像音准节奏音量 这个都是一个一个的算是音讯的基础的部分 它是一个简单的特征 那抖音滑音也是基于音准跟节奏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一个进阶的特征这样子 那情绪辨识今天我们就不讨论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研究 也有人在研究 但是比较复杂一点 好那我们先从歌唱辨识来讲好了 歌唱辨识是怎么完成的 就是这个方法怎么做 那以往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先搜集一个资料库就譬如说好 我今天可能有八千首歌一万首歌 那这一万首歌的组成会是MIDI档 就是你可以请人弹奏 或者是请人用唱的 我再把它转成MIDI档等等的 用转谱的方式把它转成MIDI档 那但是这个部分一定要是轻唱的人声 因为我在使用者在喝唱的时候 他比对的也是轻唱的人声 所以我必须要用轻唱的人声 去建立他们的音高向量 我在拿这个音高向量去做比较 那所谓音高向量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在唱你在唱声音的时候 你是唱Dodo Soso La La Soso 或者是唱Fafa Mimimi Rado等等的 就是这个部分就它的音高向量 那我们收集到所有歌的音高向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请使用者喝一段 8到10秒钟的片段 那我就去对这个资料库里面的 这个片段去做比对 然后我就去算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最小的我就当到 当作他是这个使用者可能哼唱的歌曲 这样子 所以如果画成图 大概会像是这样子 使用者唱了之后呢 我会去算他的音高向量 然后我再根据这些资料库里面去做样式辨认 然后我辨认他可能唱的是照白气球 或他可能是唱的是哪一首歌等等的 那问题就来了 资料库里面在刚刚我有讲过 他是一个单音的Midi档 或者是轻唱人神 那我们要怎么收集这件事情 其实大概就只有两个方法 要么请人去弹 就是我听着告白气球 我把每一个单音弹出来 或者我就请人唱 唱完我再把它转成 就是音符的格式这样子 那这两个方式其实都很喷钱 就是基本上你要请人家做一首歌 你就是要付人家公读金 或者是请人家付制作费等等的 那唱歌其实也是一样 那不管如何做歌这件事情 都要花时间而且花钱 那不容易扩展他的资料量这样子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在 其实在实验室内部 在进行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资料量一直放不大 那放不大的话就没办法去做一些 比较scale up的研究跟实验等等的 那所以从这个方面 那当然各位想到问题 就是求谷歌嘛 那我们其实不是求谷歌啦 其实我们概念上 我们就把脑筋动到YouTube上面去 那YouTube可以想而知的就是 其实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资料嘛 那有很多的圆曲这样子 那但是这样子问题又来了 基本上YouTube上面的歌 你很难找到很多轻唱的部分 你不可能 应该也不是说不可能 你很难找到 譬如说每一首歌它是不是都有轻唱 是不是都没有背景音乐的干扰 我可以很准确的把这个声音的音高向量 抓出来这样子 那这样的状况下呢 我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取得这个人声的音高向量 那怎么办 好所以当时简单想法当然就是 我如何在有背景音乐的状况下去把这个人声资讯抽出来 当时其实也还没有到分离的想法 我只是想要把人生的资讯抽离出来 其实这个并不需要完全的分离音讯 因缘分离 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来源分离相关的研究这样子 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就如各位所知的 其实就是神经网路 类神经网路跟深度学习是从最近大概10年 大概2012年左右又开始流行起来 那其实在那个之前 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怎么进行这样子 其实当时也有点做一些人声分离的研究 或者是想办法把一些平补上的杂讯去掉 我就是要拿人声的资讯 那这件事怎么做 大概以前就是有一些masking或者filtering的做法 这样就是我把一些高低频率掉 那有一些特殊的filtering 我可以想办法就只留人声会出现的那个平带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种做法 那另外一些做法是 如果我今天只要这个人声的资讯 那我可以到评谱这一段来看 那我可以观察人声的平带大概是怎么样出现的 那我就根据这些人声平带可能出现的方式 我去做一些 比如说这个subharmonic subvention的意思是说 我把人声的基频 基频就是刚刚各位在那个影片里面看到那个F0 就是这个人声音的基频 我把它去做叠加 那叠加出来 supposedly这边可能会是一个人声平带出现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去对他做一些计算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在取音高基本上就是在取F0这件事情 那或者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来源的分离的话 以往的做法大概就是矩阵分解 就是各式各样的矩阵分解 什么MMF 那以前还有人对这个就是横向的 就是和弦的平带跟纵向的这种比较像 类似敲极的平带去做分离 那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个部分就是人声 其实同时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特性都在里面 但是他在分离的时候 他会存在这个敲极这边的平带里面 所以我们会再从敲极里面 再去把人声的平带想办法解构出来 这样子以前就是用这种很辛苦很突发炼钢的方法 在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不够好 这样子就是不够好 那为什么不够好 概念上就是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复杂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最近iOS16出了嘛 所以其实那个里面有个叫去背的功能 就是影像去背 我可以直接从譬如说把这支台湾黑熊 从那个背景里面拉出来这样子 那其实人声分离的概念其实也很类似这样子 但是你要想像他这个功能比较像是说 我把台湾黑熊跟那个背景 用某一种透明度叠在一起 那叠在一起之后 我要想办法只拿台湾黑熊这个部分出来 但是我不要 我不要后面那个混在一起的背景 比较像是这样子 那刚刚就是前卫讲师有提到就是 其实声音的本质就是 如果我今天有人声有音乐或者有其他声音 其实他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正旋波叠加的结果 那右上角这个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就是他在示范你如何用各种正旋波去叠一个方波出来 方波就是你看下面那个7π分之4sci7sci这个图 他其实他其实就是用一堆赛波去叠一个方波 那你可以看到只要你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他他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个方波的概念 那在那个负列转换的概念 这张图我觉得做的很不错 所以我就引用了一下 那他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可以把其实在做负列转换的时候 我就是把声音拆成很多个很多个正旋波去组起来 那你可以想象人声跟音乐 他是用一个不同的比例的正旋波去组合起来的一个声音 所以我今天我是要把这个组合这个比重把它拆开来 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 那对于以前的方法而言可以说他不够复杂 所以我没办法真的实际上把它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这样子好那刚刚就提到了嘛 就是2012年就是AlexNet就降临之后 开始从影像辨识这一段做了一些改革 所以AI就开始走向这个所谓的大深度时代 大家都在深度学习什么work都在深度学习这样子 那音乐AI这边其实受惠也非常非常多 就包括了这个声源分离 那或者是刚刚讲师有提到的像是语音辨识 或者是现在很红的叫做音乐生成这样的题目 那这边都是受惠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领域了 那所以说我自己认为在这个声源分离的应用上 主要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够复杂参数量的模型 那可以在合理的时间下训练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模型 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突破 然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声源分离上面做到 真的很干净的声音这样子 好那对于这个UNET刚刚讲师也有提到嘛 它其实也发展出各种不一样的结构 那来对应这个音讯本身的一个特性这样子 那举例来说像我们自己的 我们现在的模型已经第三代 所以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之前第一代的模型 那第一代的模型就是刚刚讲师有提到的 就是这个UNET 本身是这个Ronenberger他在做那个医学影像的分类的时候用的一个模型这样子 那其实在在音讯分离上面在这一段采用他这个UNET模型的人 就是其实大部分主要的架构都是这个UNET的模型这样子 好那这边大家就是各家有各家不一样的流派 那我们这边的做法是我们其实在这个UNET的模型上的架构的做了一些修改 那第一个是就是feature map 我们吃的是我们吃的是那个平谱图 那所以我第一层的feature map其实我修的蛮大的 这个2048×216这样的宽度大概是5秒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带 所以这个时间带我们认为必须要取这么长才足够 因为我声音是一个连续的向量 那他在应该说他是一个矩阵 那这个这个矩阵呢他时间是有连续性的关系的 所以就像刚刚讲师有提到可能有人在UNET中间会加一层LSTM 就是我必须要去观察他就是这些讯号 要讯号之间的一些关联性 那我才能有办法去分离的好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还是采用UNET本身的架构 UNET本身架构是没有LSTM 他就是一个CNN加上Skip Connection 这样的做法去完成的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变成在feature map上面下了一些手脚这样子 那所以第一件事我们是观察一个够长的时间序列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做downsample 就是在做max pooling的时候呢 我们只针对平台这一围去做调整 我们没有压缩食欲这一围 主要是我们想保留食欲的一些特征 那这个特征基本上是我们评估下来是的确是有用的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购买我们才能做的分离的好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有保留下来这样子 那在Runnenberger这个方法上面它其实是一个四层的CNN的架构 那我们把它改成六层就是让它深一点 那可以做更复杂的分析这样子 那这当时在这个207、209年大概就是也是各家有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像Demarcus跟Splitter这样子 那Demarcus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它应该是用WaveU那个架构这样子 那Splitter有它自己的架构 那这个都是一些算是蛮著名的的一些声音飞音的方法 那我们的方法基本上在SDR上面都有赢过他们大概1到1.5左右 就是还算蛮不错的方法 那就现在而言我们也开始投向了就是所谓的Hybrid 刚刚讲试的形状就是我同时参考讯号跟频谱这样的架构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可以做得更好 那所以就这个其实前一后果讲完之后 我们就来提一下我们后来有做的一些应用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拿这个声源分离变成一个 简单的网页的服务这样子 那这个服务你可以上传你的音档 那我就可以帮你把人声跟背景音乐拆出来 那这样的服务其实概念上 它一个很直觉的想象就是 我可以直接拿来做卡拉OK的半唱诞这样子 那所以这边我们也有跟一些B端 就是跟一些公司在合作 那也帮他们制作就是所谓的卡拉OK背景音乐分离的服务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这样子 那这是光是这个方法本身的应用 那后来因为声源分离是 一开始我们应用在音乐上面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在去除噪音这件事情上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 就是譬如说我今天有我要拍一个YouTube短片 或者是我去做这种就是Podcaster 那他录音设备可能不是很好 他有一些杂音要去除 那我可以直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人声从噪音中抽出来 这样子那保持你的音讯品质 所以这是我们两个衍生的应用这样子 那实际上我们公司这边其实有四段的不一样的方向 那都是跟这个声源分离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第一个方向我很快的讲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就是其实概念上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我们想把音乐解构 那就像刚刚讲师讲的 其实我们不只能分人声 我们能分鼓声吉他等等的 那我们正在尝试不一样的乐器当中 那做完这乐器之后呢 就很重要的事情就像刚刚我提到 我们要做什么歌 跟唱辨识或者是把谱找出来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是把人声转成谱 转成无线谱 把钢琴转成无线谱 把鼓声转成鼓的谱 那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各式各样的应用 包括刚刚提到的就是教育的部分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结合刚刚讲师有提到 就是语音辨识跟分离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做到歌词的对位 就是你想想看卡拉奥可以有刷字字幕 所以我可以自动做刷字字幕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声源分离上面所衍生的一些应用 这边其实全部都是用深度学习在做的 这些方法其实深度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忙 在整个效果的提升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好那再来呢 我们在影音新媒体就刚刚讲到 YouTube podcast这样子做噪音分离的这种应用上面 我们其实也在做各种 除了降噪之外呢 还有不一样的人生的分离 好那这边就是后面也会跟语音辨识有相关性 因为其实语音辨识在吵杂的环境下 它的辨识率是很难好的 那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噪音分离去分离出人生 再拿这个人生去训练一个新的模型的话呢 这样子可以对应到就是干净的语音 那这样子在这个语音辨识上面相关的应用上 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这样子 好那在智慧制造上面有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在做 异音侦测的时候我们在工厂端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属于这台机器的噪音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拿来做这个所谓的工厂机器的声音 跟后面的噪音的分离等等 那那也可以让我们的方法变得更好 这样子概念上是这样 那刚刚音乐教育讲到了嘛 就我们能把东西分离完转成谱 那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教学 我们可以拿来弹吉他弹乌克利利 然后弹钢琴唱歌等等的 那语言教育当然也有就是语音辨识的部分 也是一个我们想要推的部分 所以其实一个简单的声源分离 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 它在声音的处理上面其实是一个很基本 但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能做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多的应用这样子 那各位可能会好奇就是 它的挑战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那我觉得挑战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我们现在的方法大概都是 可能是六七千万个参数这样子 就是最一开始的那个模型 大概参数量就这么大 那我们都会利用GPU去做加速运算 让它的结果可以很快的产出这样子 那厂商就会问你 公司的客户就会问你说 那我今天要用在chip上可不可以 我今天要用在一个很算力很不够的 A端可不可以 那它能不能及时的去做运算这样子 所以其实大概大家问的问题都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就是我如何我如何把一个这么大的模型 然后缩小但是又要维持它的效果 然后又可以及时又可以又可以跑得快 还不需要GPU那么大的运算这样子 那其实这边 当然深入学习上面本身就有一些 既定的一些方法来做 就是把模型压缩这件事情 包括就是减值 pruning 那或者我们做做chronization 就是我们一般是用浮点数做运算 那我们可以用整数来做运算 整数也有分16bit跟8bit 我们能不能压到8bit来做运算等等的 好那当然第二个就是 那好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用5秒这样子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来做即时的深缘分离 所以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压小 压成60ms 40ms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是架构上我们就必须要做调整 那参数量可能也不能这么大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更换一些模型的架构 来应付这件事情 那最近比较流行的方法大概有像是所谓的知识帧6 就是我把一个大的模型的参数跟它的产生的 就是把它的知识运用到一个小的模型上 那小的模型可能有它的80%到85的功力 但是它的参数量可以小很多 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正在尝试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那当然AGE的AMPA本身像有些厂商它会做什么AI chip NPU啊等等的 那这边也是我们可以运用的部分 那其实这边就是又要马合草 又要马合好又要马合不吃草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算是蛮大的挑战啦 对我们在软体这边很 应该说我们在模型跟算法开发上是很拿手 但是真的要做一些就是这种pruning的工作 其实是蛮挑战的 那第二件事情当然就像刚刚一开始讲到 我们在训练这模型的方式 其实是我们要有人声跟背景音乐 然后我才能够去把这个模型训练出来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还是一样 我要去哪里找到这个人声 跟甚至是所有的不一样的单音乐器的产生 那这个其实是资料量在扩大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子会导致我们的模型 可能在generalization上面会不够力 这样子就是譬如说我碰到一些我听不懂的乐器 我可能就分不出来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那当然这边就是当然YouTube也不够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也只能再去找人真的制作 花钱去制作 或者是利用下面的方式就是比如说transfer learning 或者是我做一些data augmentation 我去调他的pitch 调他的声音的快慢等等的 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运用在训练模型的一个方式 那现在最近也有蛮流行就是所谓的self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一些teacher student的架构 那这种架构就是我们来避免不要garbage 你garbage要这样子 概念上其实是这样子 好那再来当然是商业面的挑战 就像我刚刚讲我们一开始用的是GPU 用的是很高算力的一个单位一个单元 那在服务扩大之后我们就会考虑到说 那好那我这边要怎么去运用所有的资源分配 我才能不要那么cost那么高 因为你可以想像如果我去AWS开一堆很多GPU的机器 那其实是很花钱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有采用一些就是混合式的方式 有一些东西可能在地端算的比较快 我就丢回地端算 有些东西在云端做完 我就把它做完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商业面的一些cost的 的压缩跟挑战这样子 那当然怎么样去做好就是这种模型快速的迭代 然后复制到其他的domain上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些挑战 那当然这也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很流行 就是叫MLops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Operation的SOP化 然后去做自动化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进行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资安问题 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Python是一个script language 它是一个名码 那你要嘛就是把它改写 要嘛就是用各种方式想办法压缩等等的 那都会有不少的这种就是在上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解决的部分这样子 那简单就是前前很棒这样子 好那简单做个小节就是稍微多花了点时间 但就是做一个小节是 声援分离其实一个是一个很困难的task 那但是它是一个很基础的方法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件事做得好 我们可以就像我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到其实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在音乐上或者音讯上或者是各种不一样的task 我们都可以去再去优化它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基础task这样子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拜深度学习所赐 就是在相对于传统的方法来讲 其实在因缘分离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做得相当的好这样子 那已经好到是可以拿来做一些商用的程度这样子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很大的一个突破这样子 但是但是回到回到就是就是产品本身就是要完成一个很好的应用 其实不只是算法好 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UI的流程啊 后端的配合啊等等 我觉得它才可以变成一个很完美的应用这样子 好那工商一下这就是我们我们的那个Noise Racer的App这样子 如果你有一些录影或者是你想要去做让你的影像品质提升 好那你要去做YouTuber或者是你有一些音讯上的去照的需求的话 都欢迎使用这个Noise Racer这样子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投影片后续也会share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下转来玩玩看 好那感谢各位